全体会议第一阶段通过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的审议结果报告 按程序报大会秘书处 彭清华在发言时说 完全赞成两高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坚持用数据事实案例说话 政治站位高法治精神和创新意识强 总结工作亮点分成分析问题坦诚直接工作部署思路清晰 其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成果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大局 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犯罪 严惩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我们将认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 坚定把制属兴川各项事物纳入法治化轨道 着力构建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 建议支持在成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和案件审理水平 审议中代表们表示赞成两高工作报告 并集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 扎宇春代表建议 以溯源治理为抓手 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丹珠昂奔代表围绕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 谈了意见 福宇航代表建议 加强民营企业司法服务保障 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徐燕豪代表建议 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 助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刘作明代表建议 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 加大力度 甄别纠正社产权的冤错案件 王树江代表建议 加快推进个人破产必法 为切实解决执行难创造有利条件 冯建代表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做好我省检查工作谈了意见 邹锦代表围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谈了意见 狗星龙代表建议 形成合力严惩校园带套路带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阿莱代表围绕提升新时代公益诉讼致效谈了意见 新甲诞真代表建议 加大力度培养藏汉双语法官 加大对藏区法院援助力度 吴贵华代表建议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 配优配强专业人才 于宾代表围绕提高民族地区法院工作水平谈了意见 刘廷安代表围绕加强党队司法工作的领导谈了意见 江西蒙代表建议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机制建设 加大专业化审判队伍培养力度 王安兰代表围绕依法保障民营企业职工合法权益谈了意见 代表团副团长王燕飞 范瑞平 王宁 陈文华 叶壮参加全体会议